字幕翻譯 我們知道凌肉檢脂它的發展的歷史 從2009年發明出來 2010年、2011年、2012年 它一步一步的通過一些適應症 從腰部、腹部、大腿、手臂、腹乳 還有背部 這些適應症都是一步一步通過的 我們可以看到圖表上面 它可以做下巴 可以做肚子、腰部、大腿 屁股後方 還有膝蓋周邊 背部還有內衣肩帶的下方 幾乎大部分皮下脂肪分布的區域都可以操作